清明年假第一天 一早花蓮下起了大雨 仍交不息 来到花蓮游客的兴致 位在吉安乡的三级古迹 吉安庆修院 在大雨停后 开始涌入不少的游客 而庆修院为了庆祝儿童节 也配合日本的南娥节 高挂李渔旗 并且祭出12岁以下的儿童 免费的入园 欢迎民众一同来感受 日本儿童节的氛围 清明年假第一天 尽管花蓮一早下着大雨 位在花蓮吉安乡的三级古迹 吉安庆修院 在大雨过后 就开始陆续涌入不少游客 庆修院为了庆祝儿童节 也配合日本的男儿节 年假前就在路口旁 架设了一座五米高的巨大鲤鱼棋 并祭出12岁以下免费入园游会 期盼让游客在疫情笼罩下 来到庆修院仿佛像是来到了日本 每年的这个男儿节的这个节庆活动 因为4月是我们的儿童节 那日本男儿节事实上是国立的5月5号 还有呢 日本的男儿节 其实他们也是我们 耳熟能详的民俗节庆端午节 那我们自己国内的端午节呢 是在落战农历的5月5号 所以在欢山城国立大概是6月份 于是呢 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端午里雨期季 儿童男儿节的活动呢 是从4月一直陆续延伸到6月份 配合日本的男儿节 在园区内悬挂了雨期 那每逢呢 这儿童节呢 我们为了就是让儿童有这种欢乐 节庆的这种感受 那我们也提出呢 就是儿童舍税一下免费入园 那还有在园区内呢 有让儿童可以制作 这个李雨期的DIY 还有那个报纸泽的这个武士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吉安庆修院也严正以待 不仅园区定时消毒清洁 工作同仁佩戴口罩执勤 也利用废材将售票亭做防飞墨隔板 路员也要求民众配合量体温 酒精洗手 期盼让游客玩得安心 我们从彰化跟那个南投过来的 我们之前就安排好了 然后这边花冬的空气很好 对很适合过来 对要推广一下国内的地方 有打算还有去哪些进店玩吗 呃附近走走然后七星团 就是比较空空的地方 会比较适合现在的状况 陈义正表示 在日本 李雨是健康财富与成功的象征 李雨骑随风飘扬 象征为儿童消除厄运 克服困难顺利成长 园区内文创交流中心 也贩售李雨骑纸雕 提供亲子DIY 以及李雨骑等商品 供民众选购 还有热卖的抹茶口味 钓鱼烧冰淇淋 怀疑民众把握廉价 前往亲修院 感受日本儿童节的氛围 记者蒋邦彦 吉安箱报导